保姆車都還沒到 小弟就已經列隊排好 眼前這位輸著油頭 西裝筆挺的阿尼基 就是日本稻川會的頭目之一 熊谷正名 2005年一名法國導演 還曾把稻川會訓練 小弟的過程拍成紀錄片 熊谷正名也因此 獲邀參加砍城影展 成為史上第一位走上紅地毯的 即盜老大 也把稻川會的聲量推到最高峰 稻川會和另外兩大黑幫 山口組駐集會 都是在二戰後期 亂世下的地方勢力結黨行程 而在日本美國政府的放任下 逐漸茁壯 還一度取代軍方成為 社會秩序的地下仲裁者 還有他黑道家族的親情倫理 去綁架一個人 讓這個人幾乎加入 集到社會之後 一輩子大概很難脫離 稻川會主要活躍在關東地區 幫眾人數列管三千名 主要從事毒品 詐欺暴力討債等等 藝人Makio也曾自爆 父親是稻川會內的幹部 臺日黑幫的互動其實很平凡 造在竹聯邦精神領袖 陳其禮的葬禮 道川會就大張旗鼓的來臺吊焰 也讓臺灣的警方一度緊張 後續也將這幾名日本滋擾分子 列為不歡迎對象 而近年來日本經濟衰退 以及國際間跨國打擊犯罪 讓這些曾經在日本之手遮天的 黑道囂張企業消退許多 三線新聞 孟國華 陳其如臺的報導